主 toxic visit www.been.org 友善城市街道 还我行个自由 友善城市街道 友善出世界道 还我新的自由 在服务身心障碍学生的时候 我们时常会带他们出来 嘉义市就是社区教学生态教学 享受嘉义市的无障碍空间 那我们也会常常遇到一些很有趣的情况 大家可以常能看到很多地方有波道 但是那并不是真的适合轮椅上去使用 小朋友觉得像溜滑梯一样很好玩 但是转弯的时候就碰到墙壁了 那我也曾经带他们到火车站这边来 就是要让他们认识交通设施 但是却发现我们的人行地下到下不去 因为根本就没有波道 那也常看到导盲砖破碎的状况 那有老师在这状况 其实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会发现一般市民 比如说高跟鞋 或者是一些不方便走路的老人 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因为受伤 而暂时的需要这些设施的时候 这些不方便就涌现了 所以这些问题不是只有这些 身上者跟高龄者会遇到的问题 今天如果就连我们这样子市市方便的人 都感受到嘉义的有障碍空间 其实常常阻碍了我们的行走的时候 那对于不认识推婴儿车 甚至是推行李下的观光客 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人 是不是就会造成更大的困难 其实我们嘉义市现在的路口 都没有装设那个警示器 所以说其实对他们来说 每次要过马路 只能够听两旁的车流声音 才能够过马路 所以我们也觉得嘉义市的街红绿灯 应该要装设那个有声的红绿灯 当天我们的市长者能够顺利通行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来重视这个 走的这个困难 每个人都有走的困难 身长的朋友 高龄的朋友 老人 或是说孩子 开轮椅 或是说 开婴儿的车 他们走在路灵 路灵到有那么多 很顺利 我们现在就一步一步的警示 这个阶段都会有我们走的空间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人行地下道 有没有办法通过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根本没有波道 那另外 它这边也不是 它也没有很顺畅的波道 可以让我们的轮椅 或者是有推轮的轮椅 来行走 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 导致说我们现在必须 要走在危险的 机车道上面 当今天一台空的婴儿车 要通过这边的街道的时候 两排都已经塞满了 我们的摩托车了 所以其实就连一台空的婴儿车 都非常的困难 要通往这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 那我们要讲的是 其实这也不是 凭机车人的错误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市政府 应该要严格的来了解 跟观察 到底什么样的空间 不会造成行入人的方便的困扰 那也可以看到前面 其实都已经是双排停车了 所以对于像他们是要做 电动轮椅的波道 可能走到一半 发现遇到这个情况 就必须得退回来 再从外面走 我们可以从刚刚看到 现在我们从前面的 林森南路走到这边 还没走到西榕路 可是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几乎没有办法 走到他们的 走到整个人行道上面来 我们的身障朋友 只能够走到我们的马路上 才能够从 我们的人行林森南路 走到这一段 可是这一段道路 明明就是我们嘉义市 很重要的一条 人行的通道 可是这个部分 却完全没有的 政府单位出来做取定 或出来做关心 那也看到我们 刚刚的棋楼里面 如果说它其实有些高低落差 甚至是适合阶梯的话 这些身障的朋友 根本没有办法通行过去 所以我们等一下 会走到那个文化公园那边 进来文化公园 那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身障的朋友 他想要跟我们一起 下来文化公园 可是当我们走到 武藏爱坡道的时候 我们发现 武藏爱坡道被挡住了 什么 武藏爱坡道被挡住了 武藏爱坡道被挡住了 还好它是台摩托车 请大家帮忙移一下 所以这边大部分非常的奇怪 它的武藏爱坡道 并没有设置在路口 它是设置在一个必须要移一下 才可以通过的一个空间 对于这个活动来讲 我觉得这个议题来讲 无藏爱的议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我很高兴可以来 有这个活动 这个议题可以 没有看过 然后在嘉义市 要不要这么 勇敢的把这议题 讲出来的 然后也没有 这么深入的 去直接行动的 我很少看 然后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议题 还没有到 很多人来关注 但我觉得 它是一个 慢慢来一个联系的过程 因为他们两个常常 就像你们家 他们就是开在大马路上面了 不是在人行道 真的其实很危险 然后偶尔他们 我跟在后面 看他们转过头去看 我觉得有时候 他们的事件 其实是看不到那些车的 甚至于那些车 可能也看不到他们 所以他们其实 突然是不是都很危险 然后我想到有一次 我的确是走在马路上 然后 就看到 就是 身障的朋友 就骑着电动机车 骑着电动轮行 然后 他就 他就在 很靠 很靠马路边 然后那时候 我也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 就是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然后我今天终于发现说 对 他 为什么他必须会出现在 机车道上面 因为 他 他就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 走在 走在 人行道上面 我 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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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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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